同学你好 本节我们来讲紧急情况处理 未雨绸缪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一大智慧 在今天的课程中 我们将一起学习游泳中紧急情况处理的方法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肌肉静蓝自救 肌肉静蓝是游泳运动中经常会遇到的一种突发情况 解救肌肉静蓝的有效措施 就是想方设法将静蓝部位的肌肉拉长伸展 然后配合按摩让静蓝缓解 如果你在游泳时突发肌肉静蓝 可以采用有效的自救方法 手指肌肉静蓝救法 先将手握拳握紧 然后用力伸开伸直 反复几次静蓝就能消除 第二 小腿前面肌肉静蓝救法 先用一只手抓住脚趾 然后用力下按 上斑 反复几次静蓝就能消除 第三 小腿后面肌肉静蓝救法 先伸直换腿 一手按住膝盖或小腿部位 怀关节曲 一手抓住脚趾用力后扳 并蹬直换腿 反复几次静蓝就能消除 第四 脚趾肌肉静蓝救法 做脚趾伸和曲的动作 反复几次静蓝就能消除 如果突发情况比较严重 可以采用靠持边自救方法 自救过程中应当注意 第一 千万不可慌张 保持镇静 采用积极的自我保护方式 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努力向池边靠近 同时高声呼救 尽可能节省体力 争取更多休息 等待救援 第二 靠池边后 要尽快找到能扶持支撑自己的固定物 仰卧水面或垂直水中放松休息 等待救援 介绍完自救方法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他救的几种方法 如果有同学遇险 在保障自杀安全的前提下 你可以采用如下方法 施以援手 第一 间接复救 间接复救是指救生员 在游泳池内使用救生器材 对正在挣扎的逆水者 进行准确判断 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 优先选择施救的一种复救技术 第二 直接复救 直接复救包括入水 接济 解脱 脱带 上岸 运送 直接复救 是与溺水者 直接接触 因此 它有一定的危险性 要求施救者 在遇到紧急情况时 一定要克服自身的恐惧 和紧张心理 要有拯救溺水者的 无私无味的精神 在掌握 直接复救技术 保护自己安全的前提下 实施复救 本节课到此结束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